首先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上次說猴子天花或者猴斗那段影片 因為我拍的時間比較早 拍片的時候只有一宗案件在英國發現了 之後陸陸續續在歐洲很多國家都已經發現有案件 所以我在影片說明補回一句 很多新的患者都是同志 很多人就問在影片那裡看不到有提點 今天我就用這段影片跟大家跟進解釋清楚些 現在全世界應該都有145宗案件 分佈在13個國家 主要國家65%的案件 全部都在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和加拿大 猴斗是由動物傳人的病 人傳人都有不過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歐洲這宗案件很明顯是有人傳人的傾向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未去過非洲 而我上集都說過這種猴斗這種病 在非洲很多國家經常都會發生 患上猴斗的人裡面 在歐美地區這樣計算 很多都是同志 有一部分是雙性戀 很多人就會問 究竟是否經性接觸傳染的病 有些人就會問 如果這樣會不會又好像COVID 這樣傳到全世界都是 這兩個問題暫時來看 答案應該都是否定的 第一件事就是會否經性接觸傳染呢 應該說這個病一般是緊密接觸傳染的 比如說皮膚表面很多時候會有些一粒粒的水泡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親密關係的話 皮膚接觸就少不免了 所以時間長的話 接觸得緊密的話就會這樣傳染 並不是經性接觸本身傳染 就像其他性病一樣 並不是這樣的 這些猴斗 如果家裡有一個人有 家裡其他人就很明顯不是有性接觸的 會傳染的機會都有9% 就是說你接觸時間夠長、夠緊密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會傳染到 為什麼會好像突然間多了這麼多個個案 主要就是同志的生活模式 比如歐美這些地方 很多時候就會參加一些群體活動 比如一個派對 比如西班牙很明顯是跟那些桑拿 那些活動、派對那些有關係 就是說在這些聚會場所 當然有緊密的接觸 甚至親密的接觸 這些聚會可能在某個國家舉行 接著那些人可能飛過去 或者駕車過去 參加完這些活動之後 然後又駕車回家 將那些病毒傳回家 大家要知道這種猴斗 這個潛伏期就比較長一些 就是說接觸到之後 跟著產生病徵 可能這裡都隔好幾個星期 而開始有傳染性 通常就是有水泊的時候 才會有傳染性 到水泊乾了之後 它又沒有傳染性 這個長的潛伏期 再加上開始有水泊的時候 可以傳染其他人 這樣就吻合到現在這個處境 就是說那些人可能就參加了一些 有緊密接觸的 有親密接觸的聚會之後 跟著就可能過了一段潛伏期 回到自己的國家 才再透過緊密接觸 傳染給本國的人 至於第二個問題 究竟它是不是變得比較 傳染性厲害了 就好像COVID那樣 它就越變越傳染性越高 是不是這樣呢 這件事就看來都不是的 因為最近在比利時都做了 對這個病毒 即猴斗的病毒 進行基因分析 就發覺它跟2018年 在英國發言的猴斗基因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即它沒有變化成為 變種成為一些 更加傳染性更高的東西 我知道大家這幾年 對於傳染病的認識 是多了很多 很多時候都擔心會不會 又來一次 又一個全球大爆發 不過其實可以這樣說 這類這樣的病 其實經常都會發生的 通常都是局限在地區性的爆發 應該是可以控制到的 它不同COVID 就在於說它沒有病徵的時候 其實傳染人的機會就不大 到了有病徵的時候 病徵就很容易看到的 如果有水泡 如果有水泡的話 通常人們就會去看醫生 尤其是同志圈裡面 通常人們因為有機會接觸到一些 經線接觸傳染的病的機會都大 凡是它的皮膚有什麼不妥 通常都會很快就去看醫生 應該很快就會發覺到有問題 從而盡快做到隔離或者 contact tracing 找一些緊密接觸者 有需要的時候 甚至可以幫它周圍的人 打定人類天花的針 都可以預防到這些病毒 這種疫苗 接觸到病毒一定時間之後 都仍然可以預防到那個病 換句話說 這種病相對我們控制方面 應該是容易很多 所以一般我們預計這些喉痘的病 就不會像COVID那樣全球大爆發 通常是在一些特定的族群 特定的地方 有些比較小規模的爆發 但是應該控制上就不是問題 大家就不用擔心這方面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